欢迎回到新台湾新光大道 这个庄教授 如果说讲到公器私用 今天这三大板 我想已经不用再解释了 已经不言而喻了 做了这样的事情 要怎么样再把箭头 指着别的媒体说你公器私用 这第一个 这就是双重标准嘛 第二 其实很多人也关心我了 说哇三大板 把你也放进来 你要小心 那因为我们大风大浪看多了 所以也习惯了 可是说真的 对一般人来讲 会不会紧张 他会紧张的 包括他的家人会不会紧张 也会紧张 这个就是公器私用的 某种程度的标准 那另外一个 我要强调一件事情 像我刚刚一直也讲 两种说法都可能 当然我不排斥可能 但是我们做评论的人 还是要客观的讲 就说这是我的信念 我临选会校长 今天如果要去临选校长 我有机会 透过临选委会过 我有没有可能去发动 一些学生在门口 在临选委会前面去抗议 说不要让我过 所以我是大坏蛋 我会不会做这个事情 因为这个事情 如果做了 对委员产生影响 就是让我不过嘛 那还是说 我知道我不会过 所以我找一些人来 到时候栽赃说 是对手派来的 所以害我不过 这样本来不过了 不过了 做这个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我想不懂 但是我们不做任何排除 但是我们做评论的人 在这所有可能都可能的时候 我说真相只有一个 但是我们要做评论的人 就要怎么样 要根据我们自己的信念 去做合理的分析 提供观众去思考 钟伯 我们看到这个一传媒 好几度呢 用比如说 不管是漫画呀 动新闻的方式 来丑化旺旺的董事长 你觉得有需要做到这样子吗 我们有没有去丑化 对方的李老板 我再讲一个 我们有没有 如果咬到了你什么辫子 就发动人家去你电视台 报社 或者你私人的住所抗议 我们有没有 借由学生的力量 借由学者的力量 让他们可能在一知半解的情况下 当然有的人是有他的理念 我尊重 但是我们有没有去利用这些 然后来发动一些所谓的 寒蟬效应的一些抗议 让你会有寒蟬效应的抗议 我刚刚还在跟一些这个 他们集团下面的人在聊天 为什么我要跟他们聊天 因为我问嘛 李直潮到底有没有这回事 但也许真的有几位 他们有不同的想法 但事实证明 我昨天这边问到的资料 有很多人 他是因为不同的 其他的原因 或者退休时间到 所以他离职 对不对 那你硬要去再当道说什么 说这些人离职 是因为受不了这个忠实 他们这个所谓的公器使用 我跟各位讲 你以为你们媒体旗下 没有狗仔说 其实我真不想当狗仔吗 这个话题不是我今天提出来的 几年前大家就说过了 有很多狗仔是 也是为了一口饭 那个饭碗 去帮你们做狗仔 其实他们有时候跟的 也就觉得跟的很不忍心 你知道吗 社运爆发走路工 苹果只有一个照片 加起来只有一两百只 只有一两百只对照 今天的报酬 他的报酬因为我没卖 三篇头条 然后来批说什么 这个1.1 1.2 1.3 然后把我们名嘴的话做对照 我请问你这符合比例原则吗 你口口声声打着说 媒体不能够一言堂 媒体要客观 媒体不能够才 这个所谓的垄断 你自己在报道 已经这么明显 而且你已经做了 你已经做了 贪在阳光下了 然后你指扣的那些东西 都是你担忧 什么望中将来病中家 可能可能可能 但还没发生的 你就先做了 你担心人家要做的事 这我刚刚开玩笑的讲 我说在座的各位 你们来的时候都被警告说 要小心要小心 我请问你为什么有人要警告你 欧教授要小心 就代表人家知道 对方不是好忍 所以才要警告你 怎么没有人都会 我问各位 如果今天有人来我们这边 电视台楼下抗议 不是如果 是已经抗议过了 有没有人会警告他们说 你要小心 没有人会警告他们 因为他们知道望中并不可怕 知道中国时报的是比较斯文的 这很明白嘛 你看香榮哥就是忠实出来的 他讲话慢条思理 对不对 可是为什么你欧教授来的话 人家为什么 我问你欧教授 为什么你今天来 人家要警告你呢 我补充一下 总共有大概五六千字 对比之下 你刚刚没算字数 我帮你算了 五六千字 人家就知道对方不好惹 为什么对方不好惹 因为对方敢乱报导 我报你北城医院 怎么样怎么样 就院长离开 医院关门 最后呢 你就登报道歉 赔30万了事 你说什么 制作假牙放射性什么的 结果我发现 那个耗材本来就有这种放射活性 结果又道歉 反正我就是 大马路把你打了 鼻青脸肿的 对不对 然后结果呢 事后再跟你 小巷子里面道歉 摸那头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而且事成说 你看他今天的报纸 三大版的公器私用 昨天的周刊是 极尽山心色之能事 这个不用 自己先检讨吗 我是认为说 那你在质疑别人的时候 请问你的作为是什么 这一路上的作为 你真的非常的这个道德重整吗 不然 我说你质疑OK 可是质疑真的拿出证据来 你没有证据的东西 你一直指控 那你不能说 看到这些人 就把它连结成一个故事 然后直接说唐湘龙 你就是干这个事情的 光丽丝 你没有证据 你只是看 你 你